欢迎收看马哈林啊 好好讲政策议题好好讲 我是周祖的达尼佛 还记得2018年8月1号 也就是在原住民族日 由原民会主办的 南岛民族论坛的开幕典礼上 原民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所属的舞团 展演了阿美族其美部落 只有比害阶级的勇士舞 和吟唱了季歌巴瓦利 引发了族人不满 因为其美部落在同年 也就是2018年的4月 就已经取得原民会的舞团 在南岛民族论坛上 展演的传统智慧 创作的专用权项目 认为原民会没有跟部落进行授权 就仍以展演 已经侵害到部落的权力 因此一状告上了法院 但在2022年 一审判决其美部落是败诉的 那族人不放弃继续上诉 就在上个月7月30号 台湾高等法院二审 是驳回了上诉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 台湾在2015年 原住民族传统智慧 创作保护条例上路之后 全国第一个侵权的诉讼案 而且被告还是原民会 也是指标性的案件 那对于这样的结果 对于未来原住民族的 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的落实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来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华莲縣 奇美部落文化发展协会的 总干事杂浪 尔比丁志轩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叫丁志轩 我来自于清美部落 很高兴今天来这边分享这个 原民会的清潜案 谢谢大家 好 那第二位呢 是国内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的 副教授洪全奇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大家好 那我今天也非常荣幸可以来这边 来跟大家讨论这个 对于所有原住民族 跟所有原住民族部落 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件 谢谢 欢迎老师 那第三位是这次 奇美部落传制案的这个 委任律师 蒋新佑律师你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好 各位好 我是蒋新佑律师 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来这边 跟各位说明这个案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奇美部落的这个清权案 是我国第一件清权的案件 那也是第一个就是由原民会 也就是原住民族主管机关 作为被告的案子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案件 具有相当的指标性与特殊性 那很高兴可以跟各位来聊聊 这个案件 谢谢 谢谢律师 欢迎三位来宾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来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一次这个奇美部落的 这个传智权的案子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 节目团队也整理了这个大事件 因为时间有点久 就是在2018年8月1号 我刚刚有提到原民会主办 南岛民族论坛开幕典礼所属的舞团 就是展演了奇美部落 已经申请的三项的传制专用权 包括第一个是 奇美部落勇士只有比亥的服饰 因为跳舞要穿服饰 那第二个是把娃力 只有比亥的这个舞蹈跟歌曲 那第三项呢 是这个奇美部落的宋灵祭歌 那其实在2018年8月6号 奇美部落的主任就认为 原民会还有他的舞团 还有这个厂商未经授权 就展演相关的内容 已经侵害到部落权力 发函要原民会来补办 这个请求奇美部落的授权同意 并且公开道歉 那在2018年的8月7号 原民会也发出了新闻稿 认为相关的展演场合 还有目的其实是符合 传制条例中这个例外 合理使用的范围 并没有侵权 户序呢其实当时这个原民会 也有到奇美部落来说明 那在2020年的2月26号 奇美部落在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这个起诉 那要求原民会负起国家 赔偿的责任 那在2022年的3月11号 台北地方法院这个宣判 奇美部落是败诉的 那同年5月27号 奇美部落向台湾高等法院 提起上诉 那一直到前阵子就是 7月30号 台湾高等法院呢 是宣判驳回上诉 这个是很漫长的过程 我想因为今天有奇美部落的 族人杂涝嘛 那我想先请教杂涝说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从18年到现在 其实有大概六年的时间了 那其实这个过程 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原民会 其实当时在事发的时候 有到部落去做一些说明 希望做一些和解 还是一些仪式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也是谈论到 这个合理使用的范畴 那这个沽通过程我不知道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更新一下 就从这个事件 从2018到最近这样子 原民会在跟你们交涉过程 族人的一些想法 还有看到这个判决的结果 就是在那时候 2018年8月11号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其实第一时间 如果的族人是感受到 不被尊重 第二个是无法理解 那第三个就是很愤怒 那这个结合起来的点是因为 我们会申请这个 专用权的原因是希望说 有这个部分来去保障 我们这个保障的乐舞 结果你今天你这个主管机关 你居然就是先犯规了 然后你来跳我们这个舞蹈 也没有跟我们告知 那后续 我们发声明稿之后 他们虽然是说 做这个道歉的部分 但是他们没有跟我们承认说 他们是未经过我们的同意 来展演这个乐舞的部分这样子 那后来一审 我们虽然是被驳回了 对 但是后续其实原民会 直到现在为止 是还没有跟部落坐下来 做沟通 这就是协商的部分 直到现在 甚至是说 这次二审判决出来之后 也没有来部落 进行一个协商 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做一个转还的部分 都没有这样 所以其实时到今日 二零一八到现在二零一四了 已经六年了 二零二四 二零二四了 其实部落的主任还是无法理解说 你身为原民会的主管监管 你应该是最了解 部落的传统关系的 你应该是最保护原住民的 但是现在的种种作为 反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不被尊重 然后才会让我们就是 越然越然说就是 这个官司我们势必要 就是走下去这样子 大概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在Eason 你们败诉的时候 后来你们后续决定 再继续上诉的 最主要的原因 部落内部讨论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我们会上诉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就使用这个专用权的这个乐舞 那巴娃利这个乐舞 其实对部落来说 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也其实非常神圣的一个 他不 他已经不是乐舞了 他是一个是齐美部落的 一个表征的符号 也是对我们来说 一个文化的延伸这样子 那既然这个法条都出来了 你也明定在那边 然后今天就是未经同意就使用了 然后要叫你补授权 你又不补授权 那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这种种种的原因 累积下来我们觉得说 那还是就是要走上官司这条路 来去证明说 今天这个法条 原传制条例第十六条 你这个合理使用 到底最大的极限在哪里 还有这个法条 到底能不能保护 我们这个专用权的部分 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 就是想要跟月明慧 做一个对立 做一个对抗 我们只是想要保护我们文化的主权而已 就这么简单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那经过这一次二审 这样初步的这样 因为现在判决数还没出来 但是这个当然还是就是驳回了嘛 你们接下来部落会考虑要继续上诉吗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忧心的一个点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二审判决出炉了 然后我们又摸摸鼻子承认了 那是不是之后不管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民营部门 或者是任何的团体 他用所谓的正当合理的这个部分 来去解释 然后就去冒用部落的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时候 那这个后门就打开了 那如果未来遇到程序的案件 法官他用我们这次的判例 去判所有的官司的话 那怎么办 我们看的不是说只有欺美部落 我们看的是说整个所有原住民族群 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所以你说会不会继续到最高法院 其实部落这边是已经初步有这个共识了 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去走 我们势必会继续打那个上诉这样子 对 那个是这样的 就刚刚早老提到那个合力使用 其实就是这个案件最大的一个讨论点 那其实这件事情发生至今 也经过刚刚也提到六年多的时间 其实漫长的过程 那其实在上个月底宣判之后 原民会也针对这次这个二审驳回 族人的上诉做了一些回应 我们先来听听原民会的说法 原民会最终极的基本立场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跟部落继续沟通 达成和解 我们赶快停止这个相关的争议 这才是我们中心期盼的事情 其实传制条例对合力使用的规范呢 其实在文字上来看 其实相对是相当明确的 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立法 所以它的解释跟适用 在实物上是需要一些时间累积的 所以我们会再继续的搜整 大家的意见跟想法 为合力使用的这个边界 在实物上帮大家找寻到一个比较好操作 而且合乎原住民族 民族权益保障的一个这个边界 这是我们目前会做的事情 族人对于权力的维护有它的期待 族人的期待必须要被维护 要被保障 但是传制的合力使用呢 是促进原住民族文化传播的必要机制 所以合力使用的机制也应当要有 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跟持续的这个进行 所以如何横平两边的这个需求 这个是我们原民会要努力的地方 好我们刚刚看到是原民会这一次 在这个判决还有传制条例中 提出这个合力使用范畴 做出了一些回应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原民会希望达成和解 第二个就是传制条例 合力使用的解释跟适用在实物上 还需要时间累积 那第三个就是提到说 合力使用是促进原住民族文化传播的 必要机制 这部分我想先提交洪老师 就是说刚刚原民会提出了三个重点 那包括在最后一个就是 其实常常在讨论就是说 我要传递文化 那但是我又要保护部落 这个中间就是刚刚原民会有提到说 这要取得平衡 老师怎么看这一次这样的案件 以及这个刚原民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 我如果先从这个原民会回应来看 我刚刚就有满惊讶的听到两件事情 那第一个事情就是他说 他要去收整大家的意见 然后要为部落找到一个合力使用的 或者是说为其他人找到一个合力使用的 一个基准这样子 那这句话事实上是没有人敢这样子讲 我相信律师也不敢这样说 因为什么叫做合力使用 一定到最后是由法院来判断 虽然法条有合力使用 这是四个字 但是个别的个案中间 怎么样构成合力使用 是不可能由原民会一个人 他自己去 不是一个人 一个机构 然后自己去找到一些这个规则 写在那边这样说了算 这是不可能 法院也不可能遵守 那这是第一个我惊讶的地方 那第二个当然是就是对于说合力使用的这个规范 到底在我们整个这个传制条例里面 它的这个地位是什么 那这个我知道 我们可能等一下再做更详细的说明这样子 但这个地方 我也可能就可以跟大家稍微就是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这个传制条例的一些规则 这样子 那刚刚说到这个传制条例 那它其实是一部就是很先进的法律 刚刚这个 原民会也有讲到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法律 因为我本人从这个博士论文开始 我就是研究这件事情 我在英国念博士 那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法律 因为这个是很少国家有的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这个原民会 他自己的这个保护资讯网里面写的 我们是以这个原住民族的部落 跟这个内部的共识为基础 然后他要去保障很多音乐啦 舞蹈啊歌曲啊雕塑啊编织等等的 这些传统艺术创作 那这些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并没有刚刚这个原民会讲到的是这个促进 文化传播的这个这个目的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就是 就是把这个原创 传制条例 然后跟这个著作权拿来做一些比较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他要说促进那个文化传播 那可能是比较公共利益的程度 不是只是保障这个著作人 或是说那个部落里面的内部文化 还有这个文化传播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那个在著作权法 还比较有这样子的概念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著作权法的第一条 有说到说他是为了保护 不著作人的著作权益 但是我们还要调和社会公共利益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来对照 我们现在发生争议的 这一个这个传制条例 我们可以发现传制条例 有没有这样子的规范 他没有 他只有非常明显 他是从部落的角度出发 他说他要保护的是这个原住民族的传统 智慧创作 而且他要促进的是原住民族本身的文化发展 那文化发展是什么意思 当然就是以文化这个部落的主体为主 然后部落的权势为主 所进行的发展 而不是任意的就是进行传播 或是原民会的官员 说得算的一种传播这样子 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些想法 是那这部分我也想请教那个律师 因为这次也有参与这一整个案件的 诉讼的过程 那因为刚刚展老也有提到说 其实这一次的一些标的案件 其实有三个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律师做一些补充 以及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 其实原创条例跟这个著作全法 他们其实在立法的这个当初的目的 其实是完全不同 这部分可以再跟我们族人朋友说明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好 谢谢主持人 先跟各位报告 这个案件 基本上涉及到了三个传统智慧创作 第一个就是阿美族齐美部落的 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帕娃利久比亥的歌曲舞蹈 也就是歌舞的部分 那第二个则是这个 阿美族齐美部落有一首颂灵祭歌 也是在那个仪式的最后的 这个颂灵祭歌 那第三个则是阿美族齐美部落的 勇士的服饰 这三个就是我们本次认为说 有侵害的这个标的 那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其实原明会自己在官网上 或者是说在原住民族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上 他都有提到一个 这个标语 对 就叫做取得授权正确使用 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今天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形下 你去利用这些传统智慧创作 原则上你已经进入了侵权的范围 所以本次才会有一个 合理使用的讨论 也就是说 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 他已经本来就是侵权了 可是在例外的情形下 他可以免除于侵权责任 就是合理使用 那我们自己是认为说 无论如何今天在阿美族 都已经取得这样子的一个 传统智慧创作的权利 而原明会他并没有取得授权 更何况他不能够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是主管机关 这个权利是你通过的 你通过了之后你没取得授权 就直接在一个 他们可能认为很重要的 一个场合中去使用 因此这就是整个侵权的架构 那刚刚主持人有再提到 官员跟著作权的差异 那我想这个要先讲到 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很现实的来去讲 传统智慧创作 里面的各个要件的话 它有绝大多数 如果我们一一去审查的话 它跟著作权是不相容 它不会通过 著作权法的审查 那为什么呢 因为除非说今天是比较新的 就可能有族人 又基于他原本的传统文化 在创作出新的 不管是图腾或者是舞蹈 否则他可能都已经流传了 可能有上千年或几百年 我们无从查考 对 我们不知道这个舞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也不知道是谁编的 只知道这是一个部落 长久以来传下来的 这怎么会符合著作权法的要件呢 因为你连是谁创作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 这样子的法律 也就是刚刚孔老师说了 这个法律非常的新 我们今天是基本上是站在说 我们可能原来的 这个传统的法秩序 没有办法保护这样子的权利 所以造成说 大家用原住民的 不管是图腾或舞蹈 你爱用就用 所以这个著作权法 是没有办法相容去保护的 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 传统智慧创作的保护法 而这个传统智慧创作的保护法 它的保护目的 跟它立法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我们要保护原住民族的 基本文化 这跟著作权法里面 我们要保护说 今天一个创作者 他的财产或人格的利用价值 以及跟言论自由或文化发展 这样子的一个相冲突的痕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刚刚这个 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这位长官 他有提到说 他认为用这样子的方法 可以去促进文化的传播 很抱歉 原住民族的很多文化 他不欠传播 他欠缺的是尊重与保护 是 那律师就是说 那再跟我们补充 就是这一次部落族人 在诉讼当中 就是主张被清选的一些面向 还有内容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是 就诚如我刚刚所述 就是传统智慧创作 它其实有财产权的面向 以及人格权的面向 那无论如何 你今天再没有经过部落的同意 而去利用了这个状况 他就会去进入一个清权的一个范畴 是 而我们认为说 财产权其实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学习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著作权法的这个结构 对 但是我还是要说明 学习结构不代表学习内容 是 而在财产权的部分 我们就认为说 今天既然这是一个 有可能可以获得财产利益的 相关的权利 你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跳 不然你就侵害 你既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去跳 那因此我们认为 这个可能会构成所谓的 有损害赔偿相关的一个可能性 那对于人格权的话 则是也就是 如这个法条里面所说 这个专用权人 他拥有所谓的公开发表 然后表示名称 以及禁止他人 以歪曲割裂篡改的方式 去改变其创作内容的方法 而我们认为说 事实上这次 这个其实可能要做一些 比较细部的整理 在诉讼中有整理 那其实这次圆明会 他们在展演的方式 以及内容 事实上是有不符合这个原住民 就是有不符合这个清美部落 他们本身 应正确的展演的方法 因此我们认为说 这个也有侵害到部落的足隔 人格权的这个部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所提出 诉讼的主要标的 早上要不要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谈到文化面这一块 有一些误用或是误解 就是其美部落这边 其实真正这个记忆的一些意涵呢 其实这个保娃利这个乐舞 其实是蛮神圣 而且它不是大家外表看起来就是 唱歌跳舞这样子 其实它有很深的意涵就是 在这个丰年纪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这个歌舞 来寄购祖霖 他们今年给我们这个丰收的 这个成果这样子 那第二个也是这个 这个保娃利这个乐舞 其实大家不要看它好像很轻松 其实它跳起来是蛮吃力的 所以它这个乐舞 第二个程度也是在训练 年轻人他的体力跟耐力的部分 这样子 那看到这个二审判决 我要讲到这个部分 还有刚刚袁明慧的回应 对 就是说 不具神圣信舞 就是蛮遗憾的 我们也觉得很震惊 就是怎么会有这种原人论出现 这样子 因为你这样就好像否定说 这个阿美族封年纪 族人对于他的重视的程度 在哪里这样子 就已经就是否定我们原生 传统观企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在这个官司诉讼当中 我们几乎每次都会去旁听 然后也听到蛮多就是 被告这边律师会提到 就是他们在诉讼策略 居然会引用一些著作权的概念 在里面当中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说 请问一下今天原住民是 比国家先出现 还是先有中华民国 才有原住民这个群体 在这个顺序 大家好像都搞混了这样子 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说 今天这个侵害的程度 已经不是只有所谓 这个人格权的部分 已经是说把我们整个族群的 甚至是清美部落这边的尊严 都想要剥夺掉这样子 所以还蛮心痛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诉讼当中 我们常看到律师很爱讲说 就是他们这个舞团 或者是某个顾问 他们以前经常去部落 看我们跳巴巴丽这个乐舞 那法官会问他说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经过 他们同意 他们又讲说 我们有常去看他们跳这个乐舞 那答案你就应该就听得懂了吧 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说 你就是没有遵守 传制条例这个基本的精神 合法取得 然后就是使用 你就是没有按照程序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个官司当中 让我们看到很大的漏洞 不过我们还是肯定这个法案 这个法条 因为它是很新的 是可以保护我们原住民的 只是说今天这个主管 机关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 谢谢早落的补充 我们讨论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上一段节目我们谈论到了 传制条例跟奇美部落传制案的争议 这个案件的被告 其实除了有原民会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被告 就是受原民会的文发中心委托 武团的人力派遣公司 那接着也要进一步来了解一下 这一次奇美的这个传制案 这个高院二审判决的主要内容 那二审宣判之后 到目前虽然是没有这个完整的判决书 但是我们有依据这个新闻稿 就是给媒体的这个摘要的内容 可以看到本次的这个判决 有两个主要的判决理由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是 在法院认为原民会所举办的 这个南岛民族论坛 不论是在文化还是政治 或是外交方面都有这个正向 而且肯定的意义 那第二个是有重要的 原住民族文化交流 而且有正当的目的 那因属于这个传制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 以及第一项第三款 以及第二项所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 那么在这个传制条例 第十六条的规定 有这三项 就是说包括下列情形之一 可以使用已经公开发表的 智慧创作第一个 包括在个人或是家庭 以这个非盈利的使用目的 那第二个是为了报导 或是评论或是教育 或是研究的必要使用者 那第三个呢 是为其他的这个正当之目的 以合理的方式使用 那前项的使用呢 应该注明出处 但那个依这个使用的目的 即方法 于传统智慧 创作全人的这个利益 无损的之余呢 不违反这个社会使用 惯例者不在此限 这个部分我想再回到现场 请教杂勞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 也有看到法院 他是认为说 当然他觉得这个 南岛民族论坛 其实是有一个正向的意义 包括这个国际交流 我们常常其实也认为说 在很多的交流场合都会 以原住民的文化来做一个 这个交流展演嘛 那拼这个软实力的文化外交 你怎么看这个判决的理由呢 其实这个第一项的这个判决理由 就已经过让大家应该是跌破眼镜 尤其是不论是原住民族 或是说关心原住民族事务的各界人士 因为什么叫合理使用 什么叫正当使用 你就是未经合法来去利用这个业务 然后结果今天法院 居然还是这样子去做一个判决 会让我们觉得说 难道说今天国家 他想要用哪一个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 他就可以使用吗 那今天这个法条 你到底是要保护原住民 还是保护这个机关 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让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让我们觉得说 那今天这个传制条例的出现 对他的立法之中是非常的好 大家也非常赞同 而且也是一个对原住民 比较有利的一个法条的内容 可是今天这种判决出来 反而让我们觉得说 国家政府好像对原住民传统观企 还没有非常的尊重 觉得说只要是重大场合 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时候 你们原住民就不要讲那么多 没关系 大家就忍耐一下 我们就是做一个文化的宣传 这样子 这样好像乡人为国一样 我们觉得为什么 文化主权它是很重要的 你们今天突然这样子冒用 应该是要经过部落的统一采对 而不是说今天为了这个国际外交 甚至是说南岛外交 或者是任何的 为了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时候 难道原住民的权力主权 就要让步吗 这个我们不太认同 大概是这样子 是 是 谢谢长老 那我想请教老师 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理由 就是说政兰岛这个论坛 其实它是一个外交政治很正面正向的 那当然这个有正当的这个目的 老师怎么看第一个这个法院 在第一点这边的一个理由呢 对 就是法院完全把就是文化外交 就当初是一个很正向的这个理由 那完全可以说是从汉人的观点来看 就是汉人的观点觉得说就是去外交 台湾的这个处境很艰辛这样子 对 他没有想到说这是传制条例 所以传制条例里面的正当使用 应该意思是符合部落的规则 符合部落的禁忌的使用 那我们才有再进一步往下想 什么叫做合力使用的原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法院认为说 因为是文化外交 就推到合力使用 这是一个很跳跃的逻辑 我也不是很同意这样子 那律师呢怎么看 因为其实在第一个这个 驳回的理由当然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 这样的一个场合非常的震荡 那在于这个诉讼的过程 有没有针对这个合力使用的范畴 进行一些讨论 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点吗 是 其实合力使用应该可以说 是这个诉讼蛮核心的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说没有合力使用的话 那其实本案应该侵权的架构 是已经完成了 如果不找出一个为什么今天 在未经过同意去利用他的人 传统智慧创作 可以不用赔偿的状况 只有合力使用可以帮忙了 对 所以其实合力使用会是 这个案子的关键 而就诚如刚刚这个老师说的 就是基本上 圆明会的立场 针对合力使用的理由 其实也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场合 八月一号是原住民族日 原住民族日 原住民族日 然后他们会特别还是挑选 当天展演 那该展演是具有高度的公益性 跟教育意义 那他们也说事实上他们在进行 这样子的展演之前 其实也是有非常尊重这个 奇美部落 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说明 那并且也就是用他们所学习到的 最好方法来展演 大概都是用这样的理由 也说这样子的展演可以提升 这个原住民族的知名度 以及国际的地位等等 那某种程度上就是以 这是一个非常高度公益性的 一个这样子的理由 然后来去要求权力人必须要退让 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是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观点 其实跟征收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征收其实也就是 因为有高度的重大的利益 所以这块地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来开马路了 对或者是不好意思 这个我要去做一些什么机关 或文教设施用地 那其实我得说 以我们身为一个汉人 当然是有点汉言 但是原住民族 这么长久以来的这个时间 被征收的东西 应该也少不到哪里去 那现在这个好不容易 有一个这样子的法规 然后来告诉原住民族说 你们来申请传统智慧创作 我们会保护你们 对 立法利益非常的良好 但在实际的执行面向上 又变成是像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 很不好意思那就请你们退让 这个就是目前在这个案子里面 合理使用最终被高等法院 所接受的解释方向 关于这个合理使用的部分 我想再请教老师 您对于这个 刚刚包括律师 谈到这个合理使用的 这样子一个感觉上 它已经好像变成一个模糊空间 会不会其实对族人的保护上 其实在未来是有不太正向的一个发展 对 就是合理使用这一个应用 不管是在著作权里面的合理使用 或者是在传字条里面的合理使用 常常都会令人觉得说 好像他要在个案里面判断 所以没办法一开始就知道等等这样子 那这个是难免的 因为法条上面 他就是会写一个 比较宽松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在个案判断 到底这个案子是不是合理使用 但是我觉得呢 事实上如果从我就是一直交 智慧财产权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其实 传字条例的合理使用 是可以有一些比 著作权更清楚的规则的 那我之前也有发表过一些文章 有特别去强调 其实在这个传字条例的合理使用 最主要就是我们可以搭配部落 他去登记的时候 他写的那些禁忌 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传字条例呢 他的权利的给予 不是像著作权一样 你创作出来 他就给你权利这样子 那个新美部落很辛苦 而经过很多的登记 那所有的说明书呢 还是那个圆明会一个一个去审查 每个字每个字去雕 然后呢现在呢 他整份那个说明书 被那个圆明会审查成功 也上网了以后 圆明会说我没有要看这个 然后见那个法院说 这个算了啦我们跳过去 这个就是很不合理的这个法律解释 所以我觉得呢 回过头来讲这个 这个传字条例的合理使用 我觉得他没错 他法条一定的模糊性 但是我们如果搭配每一个部落 他去登记的时候 他写的这些使用规则是什么 我们尊重他 因为那个就已经达到法律效力了 这个是圆明会自己审查的 也公告的 他叫做这个整个的这个说明书 这样子 就跟这个专利说明书 也很像同样的道理 他是有法律效力的文字 加入配合的这个思考 那我觉得合理使用 在传字条里面呢 是可以有比较合理跟这个 明确的这个空间这样 其实这个部落申请的 这个详细的文件 其实都有在这个网站上公开 还有包括授权的过程 部落去搜集 都非常的详细 那其实在这个齐美部落 他这个这次这个侵权的这三项 这个内容 其实都很明确的一些 是运用的方式 或是进家 或是必须展演的地方 地点时间 那我们看到这个高等法院的 这个新闻稿的 第二个驳回的理由是认为 部落在申请这个专用权的时候 并没有载明保持秘密及不公开 不具神圣性保持秘密及不公开的特性 不受高核心的这个传制创作的 这个高度审查基准保护 那是属于这个 中度的审查基准所保护 而且展演利用的场合是正当 刚刚有提到非恶意 所以呢这个可责性轻微 不致侵害这个上述人 就是齐美部落的名誉 所以呢为达到侵权的这个程度 那齐美部落要求圆明会 以及这个判决中 刚刚有提到 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这个招募舞团 的人力派遣公司 那公司呢是受这圆明会的 这个文发中心委外的这个 人力派遣公司 所以要连带负起责任的呢 这个法院认为是没有理由 这部分我想再请教这个律师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要回到那个很核心的 就是当初这个申请书的 一些细节的东西 但是看起来我们看到这个 法院的这些判决 在这次的判决好像有一些误解 因为有提到说 比如说他的这个审查基准保护 是属于这个中度的这个 审查基准保护 这可能主人有点听不太清楚 可以请这个律师 跟我们再多做一些解释吗 是不瞒主持人说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为什么呢 因为一来是这个 审查基准这件事情 在这个诉讼中 其实并没有双方特别去讨论 是 那二来是我们在谈 审查基准的概念 通常是在这个审法诉讼 或者是大法官解释的中间 会有一个所谓的 違憲审查基准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法规范 那我们要来去判 因为法规范是既存在 可能是立法的 或者是行政院的这个行政机关 他们底下的行政规则等等 那这些规则 他如果我们要去判断 他是否違憲 那他会根据他所涉及的基本权 是哪一种类型 以及他的强度 我们来去决定说 我们到底是要很严格的审查 还是比较宽松的审查 是在处理这个方面 但是本案是个侵权诉讼 所以我才是 可能是我自己个人 也比较才疏学浅 我比较没有听过说 一个侵权要怎么样去用 严格的方法审查 是否侵权 以及宽松或中度的方法 审查是否侵权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 整份的判决书 不太了解说高等法院 针对这部分 有没有他自己的一个论述 对 但是我们能说明的是 至少在诉讼中 这个我们并没有针对这部分 做比较多的讨论 那二来是这个也比较不常 在侵权诉讼中有看到 所以这个我们是想说 很抱歉 我可能要等到判决书出来之后 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第一个部分 那就是这个问题吧 对 那另外一个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在一审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被告 其实除了圆明会 还有这个派遣人意的这个公司 对 那其实在一审的当中 其实有讨论这个过程 他们在法律上的关系 这部分也可以再请律师 跟我们族人说明一下 可以说明 对 其实为什么我们当时一审 后来会有一个 有利公司成为被告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有利公司 并不完全等于五团 那他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也是在二审的时候 因为有利公司 就是自己出来说明了很多次 我们才渐渐理解这个真相是什么 那这个有一个舞团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不是圆明会 文发中心底下的 这个纳路湾舞团 事实上已经存在许久 对 但是他们并不是 是离属于文发中心的原额编制 那但是他们要领薪水 他们要搅牢健保 怎么做呢 他们就去找一个外部的公司 来去承接一个采购案 是 而该采购案呢 就会将这些文发中 这些舞者 编制在该公司底下 成为该公司的员工 来让他们负责搅牢健保 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个非典型劳动行为 是 没错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搞优利公司 其实很单纯 就是因为我们主张这个案子 是圆明会应该要负起 国家赔偿责任 圆明会就开始主张说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他们其实有很多论述 一开始是说那个活动不是 就是说不是由他们来负责 是由外包去给文发 外包给文发中心 那实际跳舞的是该舞团 然后该舞团的团员 又在优利公司底下 那我们当时就是认为说 那既然如此的话 优利公司也必须要一起进来 这个诉讼去做相关的厘清 可是这个事情到了二省的时候 那其实优利公司已经 确实是有提出相关的说明 也就是说他们确实 比较像是一个 缴牢健保的一个 缴牢健保跟发薪水的一个 单位而已 而且其实他们的采购还会换人 据优利公司的说法 最新年度已经不是他们在做这件事 用标案的方式 对 是用标案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就陈如我所说 这个我们的判断是说 如果优利公司所述为真 这其实只是一个 非典型劳动的一个处理模式而已 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这个我们就 对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看起来他是这样讲 这个案子我也跟各位报告 因为其实在二省法院的 也就是劝说之下 那我们也认为说确实 优利公司本质上 对执行这件事情 那包含说这个舞 其实实质上是在文发中心的 园区里面去跳 然后人的实质管理 其实也确实不是优利公司 优利公司就真的 也没有办法去指挥他们 跳什么之类的 那个都是文发中心在管的 因为是一个派遣状态 我们认为说优利公司 就是对这个整个侵权的事情 可能也真的不是这么的直接 那我们在跟这个部落沟通过后 也在法院的劝说下 我们二省是有 将优利公司的部分撤回 那这部分也跟各位报告这样子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优利公司 他就是单纯管人 那但是今天这个舞团 他要跳奇魅的这个内容 还有这个要怎么样展演 不是他们去 基本上都是文发中心 跟圆明慧他们去决定的 是 了解 也谢谢这个律师很重要的补充 那关于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 刚这个判这个驳回的理由 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所谓的中度审查的基准 所保护 不知道我想再请教这个老师 你怎么看就是刚刚 可能律师稍微也有解释 但可能主任还是不是很了解 那这个部分可以再 跟我们的主任补充吗 对 就是跟刚刚 我刚刚上节目前 也跟律师先讨论一下 我以为是律师 是不是有在工坊中间 提出这个 讲过这个名词 因为我有教宪法 我也有教智慧财产权权法 刚好这两个我都有教这样子 是 所以我不懂 为什么这个法院 会把这个宪法里面常用的 这种审查基准拿去放在这个 我们传字条里面来看这样子 那我如果白话把它想一想 它总之它就是要去攻击其美部落 我说你们的那个文化没有很神圣 所以呢 我就不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看 这个你们人格权有没有受损 我中中的审查就好了这样子 那中中的审查呢 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宪法的那个角度 因为宪法才有那个审查 才有中度审查基准 它其实也是一个蛮高的审查基准 它也不是说中度审查基准 所以接下来就所有人都不侵权 也不是政府都没错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它用中度审查基准 除了这个语意不清以外 那我自己推测它的意思 应该就是说攻击其美部落的文化 即使部落族人讲了非常久 也已经去登记说他们很具审慎性 他们还是觉得审慎性不够 所以我中度审查 中度审查在他们的条件之下 又是直接就放手 然后就直接说反正国家没有恶意 我就放你们一马这样子的概念 好吧 那还是要看这个判决书的 详细的这个内容 我们才能再进一步来讨论 看看说这个所谓的审查的基准 在哪里 我们先讨论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这次其美部落的传制侵权案的这个国培案二审判决出入 其美部落在判决后 也就是8月5号发出了四大声明 我们也来带观众来看一下这个摘要 第一个就是二审判决让其美的神圣 严肃的记歌还有这个记忆 以合力使用之的名义拿来这个娱乐外宾 而这个原住民族没有说不的权利 那第二个是全制条例在殖民移序 以及转型正义的基础之下 应该更进一步积极的保护原住民族 那第三个是全制条例不过是一步 以这个法制为名粉饰中华民国继续在法律和体制上 殖民原住民族对文化民族进行这个文化掠夺 以及同化意图将原住民族集体王族灭种的这个遮羞 那第四个是忽视原住民族集体 以及固有权利与宪法民族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还有共存的这个价值对于青梅部落 乃至于这个全台湾的原住民族 其实都是难以容忍再次伤害 这部分我想再回到早上 就是说因为你们在判决之后 其实这次有提出一个蛮长的这个声明稿 也很详细地谈到一些你们的 青梅部落的一些观点 这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补充 其实看得出来 其实因为你们这一次的安置 其实是蛮指标性的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不只是青梅部落有这个传制权 别的族群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那会不会比较担心说 你们这个案子会影响到之后 很多族人的一些权利呢 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就不再赘述很多 那就是其实我们的声明 大家都也看过 然后其实我相信网络上都看得到 那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东西也是一样 就是其实这个判决 我觉得第一个已经是严重了 就是忽视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主体性了 你说什么神圣不神圣 你这样就好像是说 阿美族的伊犁信 周族的米亚斯比 然后悲难族的大烈记 好像都还好 你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 其实你这样子 这个伤害性非常的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其美部落 不过申请这个专用权的部分 包含近期这个太平洋艺术节 也出现了这个圆明会首属舞团 他们就是没有经过同一 同一个舞团 对同一个舞团 他们就是未经同一 然后就跳到达舞组 他们很重视的这个歌谣跟舞蹈之外 在去年其实这个桃园市 政府举办这个联合丰年节 他们也是未经这个赫冈部落 華林謝鶴鋼 五道部落 他們有申請這個伐木專用權 他們也是未經過同意 就被進行使用了 所以你看這些事情 一直不斷地發生 這個才是讓我們很擔心的地方 如果說今天二審判決 沒有辦法去讓政府 或者是各個機關去尊重 去重視原住民文化的 這個主體性還有神聖性的話 那未來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就是隨意去做 這個解釋的部分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覺得說這次的判決 再度的顯示就是 這個司法或者是法官 他們對於原住民傳統冠軍 上面的就是認知薄弱的部分 那認知薄弱它會導致什麼 就是他在做判決的時候 他會抹滅掉我們原住民的 這個集體權力 還有我們的主權的部分 不管是專用權的人格權 或者是我們整個大家的 這些權力的部分 這個是讓我們非常痛心的 而且我還要再強調就是 原住民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它已經不是只有短短這四百年 而是在殖民政府進來之後 就已經存在了 那我們現在原住民好不容易 挺過這個四百年這個殖民 抹滅統化的這個部分 我們為什麼還要去申請 這個專用權傳制條例 來去保護我們這個權益 就是我們希望說 能夠用法律來去明定 來去讓大家一起來保護 尊重我們這個專用權 還有文化資產的部分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 這件事情就這樣絲成大海 我們會持續去捍衛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 對 謝謝長老 其實是滿沉痛的聲明 那最後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想再請教回到這個 傳制條例的部分 想請教老師就是說 因為當然這次發生這樣的事件 那會不會覺得說 其實在這個包括法條的這個 有需要修法嗎 還是說其實它是在 解釋上的一個問題呢 對 我覺得應該是 解釋上的問題 法條的話 就是像剛剛說的 合理使用的條款 大概也就是會寫成這樣子 那法條也有很清楚的 就是說明說 援助民族的這個傳統智慧 創作專用權裡面 包含財產權跟人格權 然後都要保護這樣子 所以法條本身我覺得是還好 但是問題就是出在說 法院其實 可能在他們那些 法官養成的過程中間 其實就像我們以前 在念法律系一樣 其實是真的沒有那個 那個多元文化跟多元 法律主義的那個教育 所以他還沒有辦法去理解 這個新的法律這樣子 所以我們更要 召集更多人來 如果一起關心 齊美部落的事件這樣子的話 或許就可以讓這個 法條才能夠越運作越來越好 然後法院越來越有 這樣子的認知 謝謝老師 那律師呢 就是說這個案子 接下來我們當然會很關注 當然就是說 接下來他可能的走向 或是說當然還是要回到 齊美部落做決定 那律師這邊去評估 可能會有哪些的一個走向 可以去攻防的 是 那因為現在其實 還是二省就是判決主 判決主文出來 但是我們還沒有收到判決書 所以他現在其實還是在一個 可以通常救濟的狀況 那接下來當然 我們會跟部落做緊密的溝通 來確認說部落有沒有 上訴三省的意願 那倘若部落上訴三省 那當然倘若我們勝訴的話 那當然可能三省比較少 自為判決啦 可能是發回二省 再繼續進行這個審理 當然是希望可以幫部落 爭取到最後勝訴的一個結果 那唐使很不幸的 我們三省敗訴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有可能 繼續看看部落的意願 是不是要繼續 往憲法法庭的方向去走 那事實上現在憲法法庭 有接受兩種就是憲法訴訟 一種人民所申請的 一種叫做法規範的違憲審查 另外一個則是裁判本身的違憲審查 那法規範的部分 其實成如剛剛這個老師所說的 這是我個人目前見解啦 還沒有細部討論 就是確實你說法規範本身 有沒有太直接明顯的違憲狀況 可能還值得再商議 本件比較有可能的 其實還是司法解釋 沒有抓到這個規範核心 我們二省認為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個權力 它其實是基於對 就是現行法制去對於 傳統的這個文化創作以前 不正確的忽視 給予事後補救的措施 所以這個法規範是這樣子 對 但是在這樣的前提下 這個司法裁判二省 是因為現行秩序的需求 而要求部落去讓步 對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司法解釋的是有 我們再去努力 說服它的空間啦 對 那至於這個裁判審查 這一塊就可能會變成說 我們必須要去說服 憲法法院 這個有憲法上的重要性 那希望它可以接納 這個可能倘若我們敗訴的話 那個敗訴的這個法院 說沒有 不具有足夠的憲法意識 那這個會是 將來可能努力的方向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就三審申訴 申訴後發回優申訴就好了 就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啦 好 謝謝 那最後一點 所以我們全部交給長老好了 再做一個最後 針對今天主題 我們再來做一個總結 OK 對 還是要講啦 就是就像剛剛 蔣律師他所說的 其實法律解釋 其實就像某一個老師他說的 法律就像月亮 除以實物解釋不一樣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滿通勤 就是原民會持續 站在對立面用優勢 來去跟我們去做一個訴訟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行政司法 能夠尊重原住民的主權文化 就是才會更好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長老 好 謝謝三位來賓今天討論 也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Dani 我們再會 謝謝